出貴齁 今天的Mira窗點跟上次介紹的Tachanga點台實際是蠻像的 一樣就是中這面牆 原因不外乎就是因為Tachanga喜歡的位置 基本上Mira也可以有效利用 不過我們可以做更好 把這面牆射開後我們可以看到另外一個走廊 這樣我們就可以用這兩個窗戶同時看這個走廊跟隔壁的走廊 但我建議在另外一邊放個鐵絲網 不然這邊可以攻擊的時間其實蠻短的 敵人如果用跑的非常快就會跑過去 至少還有包圍功能吧我想 那又一個人光蛇跑過去 就真的放個鐵絲網在那邊 這關我們是圖書館的肅清威脅 然後呢我們隊友叫我開了一個蠻有趣的洞 我們可以用這個killhole殺死他們下面 我們剛剛提到Mira窗跟Tachanga喜歡的其實是類似的環境 最主要就是不要有一堆你無法保護和控制的側翼 比如說對外窗戶 那猜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不會被側襲的地方是哪裡 就是金庫裡面 我剛剛隊友建議說他可以把鐵絲網放到前面那個轉角會更棒 然後再加上今天剩下15秒就會出場的情況 把Tachanga放在金庫裡好像蠻明顯的 我怎麼到現在才想到 這個龍很容易被弄掉啊 那今天沒有場Jacko的戰術回顧 這場的目標是我要先從出發車門進去 然後我要掃旁邊的樓梯 確認沒有人在樓上 ㄟ趕快踢趕快踢 他們控制出一樓的樓梯以後呢我就可以開始開地板 然後從一樓直圈我們車庫隊友 擺車一個 不要擺車 我們車不用探太聲 夠我們可以安全掃瞄小運就好了 放廚房就一個人 我沒EMP了 Bendy在玩那個 看起來Rook被嚇回樓下 白車那邊一隻Frost 應該還有一隻Bendy 還有人 白車來一隻 我們現在這一關有兩個樓梯 找不到他一隻喔 但我們掃描過兩個樓梯以後 大概就知道這一關已經沒有其他人在遊走 剩下點在地下 我們現在應該先連上來找我們 運動進一隻 然後 那兩個樓梯還能把他投包的 我幹 左邊一個 打半條的槍前有沒有閃燃槍開得更快 不知道閃燃槍開槍也很浪 但開地板 還是要玩 可以 非常保 好他一滴 我慘死 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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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 左邊 剛剛沒人在看 路口一滴 好像Bendy不知道 Bendy 沒了 我沒了 一滴一滴一滴 他那間什麼 他是 這是大顆喔 這邊 大個在幾 天啊 看錯